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路的话又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双截斗型英雄对线 就是保自己发育就好 这把帕克的天敌其实是比较少的 土猫如果没有办法很好限制帕克后续 基本上帕克没有什么担心 对面两个酱油对他基本上算是比较威胁的 对 而且土猫其实他也不大可能在前期很早的视觉沉默 对 等到你后面等级上来了又沉默了 可能我吹风已经有了 甚至不需要吹风 只要我自己打团技能教的没有问题 我的跳刀和F正常使用 也很难吃到这个沉默 是的 这边转手过来的话 带德石红鬼上线应该被打了一套 中路等级低的时候基本上两边还就是 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拼一批基本功了 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VP这个分线我觉得还是挺科学的 对他也有想到这个下路冰魂很难玩 嗯 是放了一个 带减攻速的凤凰来 反正我有烈火精灵你打我一套 我一个烈火精灵你可能一轮就骑射出不来了 但是这个只有一级的摔掉行人家都已经看到这个伤害量 嗯 所以可想而知如果说冰魂在下路等到二级 也基本上抓一波死一波了 我感觉甚至有鬼吃这个伤害都不太能吃得住 是 就一定要有酱油努努力狠狠地想想办法 但是看了一下这个线啊冰魂哪怕是到上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被突破的 对 这也是这个英雄线上的一个短板 嗯 哎感觉这里已经要出问题了 自己身上是没有TP的 能不能粘得住 只需要一巴掌 粘住就可以 骷髅王要过来做一个接应 呃反手想让戴泽没有办法续剧毒之处 但是小狗前面还在继续抠 开启磨免往前继续抠 一爪一爪直接送走 这冰魂怎么玩 啊 命运使然嘛 你选出来就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了 是的 就他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对 就分析台刚才其实狗哥也有提到过 你凤凰家这边的一个冰魂选出来 确实你可能战略上 你已经把对线这一点放弃了 那就是尽量能补到更多的资源 就算你本事比较大了 对 其实凤凰的话 其实线上有一个位移 还有一个减攻速 就属于还好 就是他是可以保线的 虽然打不优 这个分路也没什么办法 你只能让凤凰来保佑 你把冰魂放在这就是 你在上路可能冰魂自己来走 但你放到把冰魂放在下路 是两个兄弟一块来走 是的 而且海绵其实到三级 二级的翻招行家才是一 我觉得就是最厉害的一波 对 就是他配合熊德 两只熊 就要来高低的扣你两巴掌 好在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位置 优鬼这边捕到劣势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骷髅王跟狮红鬼就是那从政府上来讲还是一个舞台的 但这把帕克目前在中路的表现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这边双方抢活 是土猫手术更优 对 空到了身佛 这边过来粘住了德鲁一本体一本TP一亮 还差一下能不能A的到 那这样的话这个冰片反而是把游鬼再往前卡一步扯身撤了 VP这边则是借着这个海迷不在的时间点 选择了一波动手 这个说实话是有点没想到的 下路线一个凤凰架个优鬼硬吃一个德鲁一 感觉是德鲁一自己比较大的问题了 而且这边好像是熊带飞机 应该是状态比较差的时候 重新招了一只 对 刷新状态 这边再来 反找戴德机会吗 这不冻住了 后面还有小骷髅兵 漂亮 这一波是集间攒好的骷髅兵 配合冰魂的C 打了一波击杀 关键还把狗打残了 这样的话突然间来了个上下两开花 他们小骷髅兵狗是没有办法跟他对着A的 不过狗的经济应该还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嗯 经济的话其实都差不多 你包括像骷髅王跟德鲁一也不相上下 但其实德鲁一这样打其实是有点穷了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 他这个分路感觉就很像他是想把U5压死的就我可能是2400但你只能是1800 但是被对方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完成击杀 这样的话至少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TSM并没有在对线期给到VP特别大的压力 你中路这边想找点机会 直接选择框大 问题还是在于你这个伤害可能不太一样啊 这一小长转踢得非常完美 巨牙海迷你陷阱阵阵亡 带则反向走位想走 带着面再续一个石块 帕克帮不了他 两个向往在中路全捐了 而且这个位置其实土毛第一时间如果选择的是帕克 是有机会杀的 因为帕克波是交过的 对 他是回头选择了脸上的酱油 这波服的话应该是直接吃掉了 没什么办法 那这个就有点亏了 这样的话相当于 TSM给了VP三条线 每条线都送了波大礼 那其实他们这个BP思路是要 现优转一个经济优势 然后再去打装备上的碾压 对的 推进的一个阵容 那这样搞的话就有点难接受 不过好在这一把帕克这一手 点的真的非常漂亮 舞台会比较大 那他可能也比较担心 我觉得他难受的事情就是 还没到达巴黎 这个局势已经是骷髅王 土猫加优鬼三肉和成型了 感觉这把优鬼在出装上 应该是要重点照顾一下这个帕克 考虑一下 就是先刃甲 然后分身補在这一套 不过目前 角度在中间的优鬼基本上就是要补灰药 这一波好在有个好火 河鲁应该被保下来了 帕克赶过来补一波技能 凤凰这边状态非常差 皮了血清榴弹 虽然还要并没有把他带走 反倒是后面把德鲁伊给踢死了 这话 凤凰幸免怨恨的同时 帕克自己很危险 稍微空一波 换向法球赶紧拉开距离 反向走位一脚长船 这边还传了一个 应该是传了个土猫大招吧 那这一波就没办法了 就多捐了两个兄弟 是的 就感觉这个时间点他们输出有一点点不足 是 就他们想要杀人可能打平A伤害为主 杀一个人可能要20秒 还得是在海迷在的情况 对 从目前来看在德鲁伊布趴下的时候 好像TSM这四个兄弟还是挺脆的 然后VP的整体伤害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多 那这一波帕克又是一波失败的游走 而且让对方的土猫 通过一个奥数神符 打了一波非常完美的收割 对的 并且可以注意到 骷髅王的装备选择 没有选择我们可能最近比较常见 像刃甲之后转一些偏A仗 或者是其他道具 他是想做一个B仗 感觉也是可以这样付的 对面可能确实取决的伤害不是很多 对 因为优鬼前推是一个比较偏肉盒的角度 如果他也这样出的话 那可能伤害就差了一点 这边再传送一波 他想打一个三标 差点就把这边德鲁伊拼掉了 好在德鲁伊这边是有大招做了下来 另一侧土猫还在巨赶 这边是一个带上小熊的四兄弟 想提追这边的冰魂 但是还是要看土猫的选择 这边还是大招一交 然后一脚长传 好在德鲁伊这边就把他缠绕住了 后面帕克也在巨赶 又出了个缠绕 再接一颗吼 这波土猫是捐了 是的 这一波土猫来的时候 没有看自己身上的状态 是一个蓝量见底的 对 赶到了战场的时候 被这个散尸打空蓝 然后再无还手能力 这一波还是 提来他们找点场子 就看下路突破完之后 怎么来做这个选择 要不要考虑直接开推 骷髅王的话是下路眼界队友 打出信息直接选择了其中 招了一波骷髅兵去逼他 也是迫使帕克及时回防 效率还蛮高的 还在绕 但是塔后有睁眼没有办法 不失眼啊 这边戴德的位置完全被发现了 哎这边双截要撞面 直接飞走 还是没有太大的经济差距 看看十分钟神符 防备 虎猫好像被卡住了吧 在另一层后面的戴德被找到 不但赶紧抬一波 巨大海明也在旁边 虎猫这边反向一个滚 戴德已经率先被收掉了 那这也是当前版本 优鬼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大招跟自己之前的A仗 进行了一个调换之后 现在使优鬼前期这个支援能力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而且在TI开始的上一个小版本 又是把一击大招 减少了二十秒的飞 现在是一分钟一个大 对 基本相当于前进大价小价 我都能来 是的 并且这个版本其实打架 速攻的收益要比之前高很多 是 基本上这个版本优鬼是刷不肥 你一定要打肥 打肥的优鬼才是厉害 又来 有三个猫棒 然后还有两个小骨灰 这波其实信息是比较明朗的 因为中路这个线 没有任何一个酱油留着补溜 嗯 哎 就流到了 但是可以接着传门 能传走吗 一口毒奶收下人头 有黛德在这个物理伤害太高了 NVP这边 也是选择了一波开悟来包下来 嗯 怎么样 这波熊可能 血量不是很多 这边前往前一个翻 冰魂大招甩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德鲁鱼直接直死 那后面两个酱油咋办呢 雪球跟一会儿 大家各奔东西各凭本事 总得活一个吧 我在想德鲁鱼在开大时候 看着冰魂那个大招从远处飞来心都凉了 是的 而且 TSM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小狗马上是 掏臂章的一个强势器 但是一样被冰魂克制 对 这手冰魂其实克的点还是满足的 包括可能后续带德的一个续航 先看看这里 帕克斯拨上来 再包 骷髅王是没有学习大招的 把这大招点出来了 有没有TP啊兄弟们 他现在很需要一个队友 后面居然还在巨跟 烈日之号开起来 这边赶紧断一手 但是感觉正面骷髅王 应该是刚住了 结果这边的输出 后续输并不是很足 凤凰也在交代 这边端了下巨压海明 咬长转减了个速度 续巨跟不输出 海向神圈搂一手 凤凰煎白重生手 马上赶回来 烈日之号再次开启 海明已经率先回去独秒 时空鬼感觉也在劫难逃 就感觉TSM现在有点 非常强硬的去起节奏 嗯 下路是完成了单杀 还行 这边应该是利用散尸 不停的触发小熊的缠绕 然后优鬼的队友全都在上路 优鬼也没有时间交出自己大招了 这边算是德鲁伊帮兄弟们找找场子 这一波假设说 如果是下路他没有这个收益 让优鬼在船上来喝波汤 感觉就三天经济优势开始了 对 感觉这波动手真的有点太急了 小狗的必章是已有了 但是没拿到 对 反倒是骷髅王在第一条命倒下的时候 第二回合一站起来把B章拿到 而且还是 明显看到了一个八级骷髅王 他很难没有这个大招呀 还要硬在人塔下动他有点过分了 天灰之团 正在扫描 那这样打的话 TSM感觉已经可以准备 就是转化一下自己这一把赢下游戏的思路 要通过这个小熊带线 然后让帕克 去出一身比较厉害的装备 对 然后来杀死一场比赢 带过来 捕手不输 后续 这一波肯定是知道你没命了 但是优鬼这波是带的 先过来找个软柿子 捏这边的戴德 开了刃甲 怕可帮不了他 而且后排好像是 优鬼也陪他进去 并且居然还没有走不了 优鬼还能再喝汤 越打越亏啊 那这个位置小狗 应该就是蹭到了这个冰魂的大招 直接死了 我倒觉得他们是不是先围绕德鲁伊 把这个下一塔拔了会更好呢 呃 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这个 经济 不足以让他们直接去 生命的推塔截斗 嗯 天王花式红鬼被连带两波 虽然说德鲁伊跟帕克的经济 他好像 随着 VP的双架洋倒六 正面能力不够了 大佬是直接奔着8-2开去给了 熊德也是用小熊 终于是把沙鲁伊塔磨掉 但是对局势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 反倒是这一波又是开悟找的熊德 有假眼吗 诶 这边白天有视野看到了 呃 还是旁边有冰魂在冰魂大招在飞 啊 这斗鲁伊真难受 主要是我觉得他看到这两兄弟变大也不是 不变大也不行 对 就感觉他现在 我是这个熊德 我已经直接脱油A仗了 这一把证明不可能再有任何机会 你见不到我一点 烟灰上塔正受到攻击 就其实包括现在小狗也一样 就从现在开始TSM应该认识到PAK才是唯一核心 是 就这一把全队的希望就是这个PAK 只有PAK在后续能让冰魂这个大招 没有办法放的很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这个狗跟德里才有用 对 就这个PAK这把正面他得把双胶油处理了 回头再放自己的两个大哥去打正面 好忙呀 就他得做很多事情 还得建立在一个优鬼不照顾他的情况下 那问题还是在于现在PAK这个技能机制 或者是出装路线 他想做这些事可能最起码还有个15分钟 是的 所以就讲这个熊德现在应该是 也已经想好了 想好给你打团 我就直接出了一仗 好呀 这一波熊死没了 目前来看TSM有点崩盘了 虽然别看这个经济差距不大 但关键还是英雄属性上面现在差距太多了 对就开局的时候 我有简单的讲 他们这个BP这样选出来 就真的是朝着20分钟 杀死自己在取选的 他现在有点20分钟被杀死了 而且VP这个正容的整体的成长性也是很高 你像幽鬼还有骷髅王 包括土猫 是的 是的 而且自己家这边有一个冰魂 就非常克制对方的双核 我跟你打后期我也不怂 只要我去注意这个帕克这个点 然后冰魂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去搞个羊刀 这边是找了个卵子 就我是冰魂 我现在出完这个点睛我就直接分养刀 有可能补个以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其实TI他们这种选出来 至少我觉得两线优是要打出来的 但从之前的对线来看 线优是一点没有 这边找了个凤凤 连续突破这边的酱油 双眼中塔已被摧毁 老这么打真的很亏啊 但是他们这个这种也没有办法 嗯 这种在帕克这种脸上的一个酱油 你不提他 不提他就打得更过分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 周旅一家小狗这两个双合 往后去刷没什么希望 但现在打又不太能打得过 这普罗王已经不需要什么A帐那种 三号位团队有普罗王 他已经奔着大哥去了 他的暗面都已经好了 是的 还是继续上车 配合帕克提人 但是这两兄弟要去哪呢 乌也没有 土猫中路漏了 但土猫这个状态 满血不会要动他吧 走了 那这边帕克带着小狗往下包 就原本说如果局势顺强的话 tm现在至少应该是 已经把这个下路二塔给推掉了 现在我觉得正常局势 tm他如果是个 就是要赢下这局的一个局势 人头优势我觉得肯定要有的 然后再就像你说二塔要推掉 并且我至少5000经济优势要在 但现在这个局势 对于他们来讲 已经不在他们掌控之下了 对 而且现在会导致他们这个空盾节奏 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营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手土猫的龙心速度 已经比我们一个常规时间 是要提速很多的 18分半 经济第一 小狗拿了一个主持斗 然后除了王的第一刀会比较烦 这边又是在往后包 想要找土雄的位置 这波可能锁到啊 但是吼了一下 先找后排 戴德这边应该是没有人帮他滚一手 戴德进行五秒 德鲁虽然开起大招想踢逼走 但是冰棍这边甩了个大 差了一点点 小熊这边好像打死就打死吧 真身没死就行 还有一只熊 小熊这边也是借着下路打出信息 赶紧逼一下上路塔 但是他这个经济与装备 跟骷髅王就是天壤之别了 二分钟 放对面一个魔晶 但是看这个站位的话 VP应该就打对了 那这样对于他们来说 又是一个节奏上的损失 因为他们也依赖了一个不同的守护 而且要知道 VP这种里面 土猫本身比较肉 操作灵魂性比较强 你给幽鬼的带个盾 骷髅王两条命 这下一波团战 除非VP自己犯了非常致命的失误 要不然真的 我脑海里面没有这么团的这样的画面 就如果他们现在想要淫团的话 那就是帕克带着这个暗命的小狗 直接去切土猫 因为小狗是很早就补出了自己的魔晶 他对这种力量盒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克制 就如果他打算 能第一时间去把土猫切死 然后把小狗保下来 然后再打20这一场的话 反正就会发明 这边是硬过来 脏了没经验服 垂一下 批两刀 骷髅王八成两条命 帕克在后排 一个方便伤害 但第一时间被沉破了 再过来控一手 帕克直接瞬间秒没 而且并不能将自己的买活 骷髅王自己一条命已经消掉 这边有个三个减速效果 凤凰直接起身一个蛋 小狗这边应该是端了一手 但是他的魔道即将结束 来到后排 戴德已然阵亡 这下海明也跑不了 小狗独秒的情况下 这边只剩一手 磁路依 这一波团战就是土猫 这个沉默释放的屌了 对 他也没想到 帕克真给面子 跑我自己的脸上来了 当然还是正面输出不够 狗虽然说很早 比如说有了自己这边的一个 火星效果在 但他基础装备 你包括可能像暗面啊什么的 这样的装备 没有输出还是没有的 因为他这个暗面也是又差一点 就跟他那个避张一样 每次砍了都很难受 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看他抠这个骷髅王 其实抠得很大 你不觉得 因为你像我刚刚又讲 如果现在讲一团的话 他比帕克战的小狗 去打一个很好的牵手 哪怕不是土猫内 至少是冰环或者是凤凰 结果他选择了自己 啊就是往上走 去砍这个骷髅王 怎么说办法没有一点 上一套阵容 打到现在其实对于 Ti3们来讲 已经有点大势已去的味道 凤凰刚才征服了自己的羊刀 德鲁伊又是一个在 这套阵容之前很难发挥的一个点 哎呦 来了 先走变扬 土猫滚随后而至 冰魂大招马上到位 一套伤害瞬间送走 接下来这个局面 VP可以考虑平推了 就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真的就不及 达到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能刷钱 现在我的土猫和凤凰 这两个二人组 只要去找人 我优鬼就能开打 来蹭一波 是 就不停的把这个经济杀拉开 反正往后去打 就以目前这个经济来看 帕克已经很难 做到无敌 对 而且有这一手比较肥的优鬼 在的情况之下 你想去跟我带线玩线 你也牵制不了我 你带线我优鬼大不了床 我去找你一下 是的 反正我这地时间短 也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我们本次 天爱的一个凤凰出阳道的时间 这把实在思路很清晰 然后也比较肥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早 来看看这波土猫留人 看到了 再找 要等下一个巨石翻滚 留下来 那就雪球也不给机会了 直接被沉破了 有点被关起来打 就现在这个局面是只能抱团 但是抱团的话 那就没人可以出去刷钱 而且狗这个位置要小心 你先给了边扬 后面还能再进入圈约 带德搏档能不能抬手 并不能呀 这个地方只有二级的搏档 施法距离真的是差了一点 四秒之后下一个明火暴击 等待带德的命运 可能是晕一下来一刀 然后再来两刀直接砍死 那这一波杀完两个人 可以顺势上高 中午兵线已经是在高地下 往上直接一顶 双眼军团全面加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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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帮我一开 双眼下塔正收的攻击 对吧 Ti3不现在赢 很难 除非VP得有那种冲拳的举动 还得离这一个局 那你在Ti3上会做出这种举动吗 很难 而且他们其实是一个小组 第三 就其实不被看好的一个情况 对 VP是小组第四 然后Ti他们是小组第二 是的 就是如果从小组排名上来看的话 应该相对来说是一个 以下课上 这场如果赢不下的话 是的 他非常珍惜自己 这个来之处义的战斗组机会 嗯 而且两个队参加本次 Ti的心动力 才感觉很大 一个是选择上来的 然后一个是通过积分上来的 哎 这边 再来 来两刀给两下 这德鲁伊没有任何操作办法呀 哎 看看能不能换一个骷髅王 哎有点难 不太难 我甚至刚才在想要不要 让游 跟游鬼说一说挺挺手 我们来个人凶双死 经济拉满 哈哈哈哈 就先把小熊砍了 然后再去杀主球 是的 可以是可以 但没必要 而且你像这个赛季 整个Ti3 其实去参加 顶级大赛 包括Major也好 包括一些地方赛事 但是Ti他们都是中间的常客嘛 但VP其实这个赛季 我觉得他们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个调整 包括人员均的变换 他们能来到Ti 并且这场如果顺利赢下 拿到胜者 我觉得 其实已经是对于他们来讲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对 非常长势气 对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戴德这边 只能加压血偷偷线了 凯明也只能望望这边的冰线 后面肯定要看了 因为上一场比赛SR已经进入到了败者队 这场Ti3也在的话 北美赛区今年可能会更难受一些 天灰军团正在游戏 这现在主要是没有任何的翻盘点 对 就如果说这个熊子 他早点去选择A账这样的道具 就像是我去带线去偷你的塔 可能还行 对 有点应对的招数 就是至少能把这个游戏的时间 再往后运营一下 天灰上塔正受到攻击 争取一点时间 创造一点可能性 但目前来看 VP肯定是不给你那个时间了 已经来到了第二路高地 大老师已经给了一个96%的胜率 这边选择了一波四人的开悟 最后一波 戴德可昨天摸军都没有 这边提前变熊 小熊都不是 这边骷髅王的对手了 幽鬼开启了自己的A仗技能 随影重重一波 想找机会这边给了个变阳 后排找到谁找的是帕克 给了个变阳 沉默给上了 没有暴击也在一根 土毛巨石翻滚再空一手 一刀暴击送走帕克 不是送走 送走后面是巨压海绵 前往这个帕克还在往后继续扎扯 但土毛肯定是不想让你走 再来一脚长船 虽然只死了一个海绵 但是这边已经没有任何 烧架的余计 最关键是你们背井离乡 但是家走不了 这种局势 如果有一种英雄 是可以把自己的建筑物搬到泉水 那我觉得一定非常热闷 让我想起了很很久以前 兼职的那个bug 可以通过框树不停的 一次一次慢慢的 把这个机器挪到自己的泉水 看看这个位置帕克 他身上还钻了一个狗 是想找点机会吗 在这个位置 空击上地给小狗钻出来 鬼谷输出这边这架就开起来了 旁边已经传来问号 队友已经被相继击杀 而且这边用鬼好扛 那个帕克已经有点被打死了 一个打两个反杀两个 再算上去下海明三个打一个反杀两个 就有点过分了 海明也跑不了呀 变阳烈日之考 化身雪球脱魂时间 凤凰这边没办法敲出了机器 那我们恭喜VP2比0战胜TSM 挺进了淘汰赛的胜者组 那也很一看 TSM没有办法只能从他们的败者组开打 是的 那我们这边也是把镜头交换给我们的分析台 好的 恭喜VP2比0 这个顺位上来讲 应该是TSM是在一个 小组赛第一阶段的一个高顺位 对吧 词 integrity 啊 您 ач Organ 团 数